我们中国国民党如果重返执政 我想有四个非常重要的努力 民进党不会不是这么会选举 民进党是一个字 敢 民进党屁股几根毛 我看了一亲二亲 现在各位是嫁出去的女儿 回首一看 台湾现况 外交走不出去 新南向撒钱一败土地 两岸动荡不安 台湾内部的经济萧条无比 人心混乱又迷人 然后 所有重大的政策 浪费钱的大量的政策买票 层出不穷 民主退步 媒体被垄断 各位嫁出去的女儿 还有面子吗 这是台湾三年半的现况 我们民主在严重的推后 大家都说民进党好会选举 国民党不会选举 错 内行人看门道 外行人看热闹 民进党不会 不是这么会选举 民进党是一个字 敢 他敢 国民党很多事情做不出来 因为我们 我们还是很重礼教 传统中华文化 我们还是很 国民党是非常重视 理义廉耻这些基本文化的这些精神 民党什么 敢 民党只有三招 第一招 只要掌握权力 先掌控媒体 现在台湾90%的媒体 只监督反对党 不敢监督执政党 民进党屁股几根毛 我看了一清二楚 第二招 抹黑对手 他们拿不出这些电台 就直接把对手抹黑 这是第二招 第三招 平常不认真治理国家 选举一到 赶快撒钱 政策买票 各位在思考 民党除了这三招 还有哪一招 操作媒体 抹黑对手 大量花钱 用纳税的钱 政策买票 没了 然后继续执政 未来四年 继续用这三招 感谢大家对两岸 很大的关注 我们中国国民党 如果重返执政 我想有四个 非常重要的努力 第一 我们要重建一个 连能而有效率的政府 跟议会 不能贪污 不能腐败 不能官商勾结 不能随便浪费 要连能而有效率的政府 第二 我们希望重建一个 繁荣均富的经济 因为如果富的过富 穷的过穷 这是不好 所以一定要既繁荣 而且要均富 当然不能均贫 所以一定要繁荣均富的经济 第三 希望能够重构一个 公益和谐的社会 性别之间 双方互相尊重 劳资之间 共同努力 不同的政党 要能够和睦相处 各个社会的分子 能够维持公益和谐 第四个柱子是 两岸和平 稳定发展 这四个建设国家的 四根支柱 假如能够撑得起来 我们中华民国 是 不只是 环荣均富 蔡总统一向喜欢说 现在经济是 有史以来最好的 所以我觉得呢 她是 她的最好是 最会自我感觉良好 是这样的 这个 这个 最好 各位都知道 蔡总统执政以来 国际关系也受到 严重的冲击 我任内八次参加 世界卫生大会 一次参加 国际 这个 民航组织的年会 但是呢 她上任以后 都没办法参加了 那么 使我们在国际关系上 有点寸步 寸步难行 同时呢 她上任了 只有三年四个月 就丢掉七个邦交国 在过去这么多年来 这是丢邦交国 最快的总统 而且丢了之后 剩下十五个总统 十五个邦交国 是中华民国 开国 一百零八年以来 邦交国最少的时候 如果她还这样 继续下去的话 我们相信 邦交国还会继续减少 说不定的 统统丢光 国民党的党员 我们 都以我们的党为 荣的 好朋友 因为 这是一个建立民国的 一个政党 是一个建设台湾的政党 也是一个引导 两岸和平发展的政党 我们 我们 有一句话说 国家新王 批股都要有责 何况 是这样的一个建国的党 发展的党 让我们 让我们有今天 这样的一个 和平安乐 光明前途的一个政党 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 我们在这场 大选之中 我们没有团结 奋斗 搏乱反正 重新 重回执政 大家说 对不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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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